我要買一部大的 OLED 電視機看電影 大電視機打機會厲害 咬什麼咬 我們眼前這部 48 吋的 OLED 電視 還支援 NVIDIA 的智聲 4K 行60p 2K 行120p 響時咬 首先跟大家介紹今代的 LG OLED 電視 48 吋絕對是它的焦點所在 亦都支援它們最新的 Alpha 9 第三代的影像晶片處理器 都支援了最新的 Dube Vision IQ 功能 而且亦都有齊了 AI 的昇華優化 當然大家最關心的當然是 NVIDIA 的 G 星功能 接著我就會找兩位打機的高手 一位就是我們的打機女神 Kali 專門打這個 console 遊戲機 另外也請了 Game 76 版主專門打 PC 遊戲 和大家實施一下這兩部機 究竟在打機上滿足到它們的需要 我打機喜歡玩什麼遊戲呢 喜歡玩賽車、足球、籃球 那些遊戲 如果畫質漂亮 那些人、公仔 你都會看到好像真人 你會覺得好像在踢球 打籃球 4個3分都準一點 去年電視款全部 55 吋起步 無可奈何之下 我是要轉去買 49 吋 LED 電視 如果有 OLED 的話 這個尺寸就爽皮了 我真的覺得很爽 我平時喜歡打這個 shooting game 和喜歡玩恐怖遊戲 那我就堅持玩這些遊戲 一定要用網 為什麽呢 因為我覺得它的 G 星 可以令到那些遊戲 沒有那麼厲害 還有我覺得它出那些 比如說恐怖遊戲 出一些暗位 那些會出得漂亮很多 還有很多遊戲 其實現在都要走到很高 frame 數 如果那個解像度 那些hertz 數高一點的話 我會覺得玩得會順暢很多 其實XBOX 一開機 插進去 電視就會懂得自己 去吃回所有打機的功能 不過我們都進去Menu 檢查一下 究竟這些 config 有沒有開齊 我們將 Picture Mode 設定 看看它是否轉到 Game Mode 轉到 Game Mode 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 Additional 設定 看看 HDMI Ultra HD Deep Color 有沒有開啟 開啟啟啟啟啟啟了 呢 其實 我們也要進去看看 因爲我們插進去 Microsoft 的 XBOX 設定 在HDI 3 カ battlefield 開啟啟啟啟啟啟啟 我們進去 X-Box 看看有什麼對應 先進去設定 然後找電視和顯示的選項 再進入視訊模式 我們便會看到很多功能已經開啟了 而對應低延遲的模式 以及允許可變更的更新頻率 記得按照 另外還有 HDR10 和 Dueli Vision 這兩個制式 如果你的電視機能吃到 你才能按照 所以你能吃到的話 即是你吃得正了 就這樣地圖已經比自己的靈體更漂亮 它暗鏘裡面有東西的 就像你看看太空船的黑位 其實是出得漂亮很多 你看到它是純黑的 鏡頭數較大 是有優勢的 如果你真的玩PVP 例如你突然看到敵人 它是快一點 沒有力氣的 如果你有G-Sync 你確定了 其實它會同步 然後你就不會有疾的感覺 我會換電視 你會換電視 車頭蓋 你能看得到嗎 卡本的位置 然後再反回路牌 很漂亮 鼻子燈閃閃閃閃 中間是很網網的 你看到有條喉嗎 我家應該看得不太清楚 反光車身反光位置 行啊油門 1212 我按錯了 給油啊 這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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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機器 其實它的路在哪裏 其實在上面 上面啊 你再來它就沒有了 它掉到哪裏 但是你弄到 算了你還是弄一些正經的 好嗎 你是不是拿了一些東西來 沒錯 這些打機的東西 其實都不好玩 我們不如先找一套 Crazy Rich Asian 看看吧 好嗎 好啊 那先放在碟內 那先放在碟內 原來已經放在碟內 已經放在碟內 哈哈哈哈 放在碟內 我們不如先看看 今代CX的OLED電視 其實它也有一些功能 我覺得體系是非常有用的 它有一個新功能 叫做Film Maker Mode 這個Mode 就是他們跟荷里活的製作部門 一起去合作 將這個Mode的所有 味精的東西 去Fill走 令到保持電影上的原汁原味 我們就用這個Mode來 試試看這套 Crazy Rich Asian 剛剛我們就試了打機和看電影了 打機就被這兩位高手打了半天 那我就很硬睡 不如又聽聽他們說 究竟這部CX的48吋OLED 究竟能否滿足到 他們打機的要求 中士 你先說吧 我覺得適合我的口味 本身我要看電影 打機 現在有OLED 我又放不到55吋 現在48吋是適合我的要求 打機方面它又吃到G聲 又有82Hz 我覺得已經很滿足了 如果價錢更加英俊 就更加適合了 Carly 你呢 我平時很抗拒用電池 因為我覺得會有Lag的情況 而且其實一般電視來講 出來的HERST都是很慢的 你會覺得不常打的 黑色的部分又會很暗 如果譬如玩一些恐怖遊戲 就不過癮的 它的光暗位真的做得很漂亮 而且立體的效果 是相差很遠 跟一般的電視 很有信心 如果我用它來玩窗遊戲的話 其實它是可以做到 我現在用螢幕的效果 我覺得如果一部電視可以 走到120Hz 我對於用電視來玩 是有些改觀的 因為如果你HERST走得快 敵人就會露得快 玩就玩得爽一點 聽它們兩個講完 打機的心得和感受之後 我又分享一下 因為我都有試過看電影的情況 我都試了兩套電視 一套是HDR的片 一套是Dulby Wizard的片 其實這個OLED的面板 都沒有什麼好投訴 今代它們都用上了 它們最強的 第三代的晶片處理器 所以在畫質上 其實我看回跟它們 其他比較高階的型號 我覺得畫質的分別真的不太大 而且在光亮度 我覺得它們今代的OLED 面板的光亮度是有提升的 所以剛才無論在HDR10的環境之下 或者Dulby Vision的情況 我覺得它的效果都很明顯 它的鎮定性對比度 另外在音色方面 它有幾個模式可以讓我們選擇 有一些比較注重低頻 低頻的亮感我覺得非常不錯 另外有一個模式就是AI的Audio Pro 這個模式就棒了 因為按了之後 音場真的打了一個圈 我想它們無論打機和看電影 我覺得都非常明顯 所以你問我這部機 在喜歡看電影和打電影的朋友上 絕對是一部超級的窩居神器 以我所知 這部電視機在6月1日至6月10日 會在各大大型連鎖電門市 有一些預購行動 如果大家心動的心動的 記得自己下去看 看完之後就收快有手慢無 今天跟大家來的評測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這部影片 請按LIKE Subscribe我的頻道 再按下我的鐘聲 我們就有好東西給你看 今天就這樣 Bye Bye